這個說法 我覺得問題出在是因為 正方今天對於現實情況底下的例子的描述 是非常缺乏的 因為如果今天可以一直透過一些大量的案例去堆頂 叫做在一黨獨大的情況底下 確實有非常多的法案 或者是一些行政院要推動的政策 確實會在一黨獨大的情況底下被硬推過去 而小黨是沒有辦法阻碰的時候 這個東西這個例子才能夠反過來去 帶出來小黨的影響力是有價值的 增加小黨的影響力是有價值的 但是正方沒有去做這樣子的例子的堆頂 而對你們而言你們去削弱的說 其實現在小黨也有一些價值的時候 對我為人會越聽越覺得 哇那這個小黨裡面很重要 但是現在在國會裡面一點影響力都沒有 我就覺得也太可憐了 就是帶你們去削弱小黨的時候 對我為人就只會越覺得這個小黨很可憐 好像增加它的影響力會更重要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你們在整場裡面 唯一比較我覺得正方確實沒有辦法好好回應的 就是剛剛學長講的那個點 就是說到底他們的制度裡面會不會去造成 某一些政黨在不疲不分區跟 直想選地區立委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在邏輯上是有可能成立 但是這件事情對我而言無法形成一個 非常重要的論點的判決 原因在於第一個是這件事情你們到後面 就是你們只存在一輪就是二變聲論 然後跟那個質詢打變的那一輪功法 到最後的時候你們也沒收這個點 第二個事情是這件事情到底會怎樣 就是我其實不太懂 第一個事情叫做 我很難想像在真實世界裡面會有這種政黨 如果真的有這種政黨我覺得需要舉證 第二因為像現在民進黨 它是分開來的 那我地方選的好 我自然是政黨票就會多啊 聽起來你直觀上會這樣感覺 會有一個政黨說 我全部都要地方的選舉 但是你自然偷偷不會投給這個政黨 聽起來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狀態 這個地方全選贏 選了四十幾席 四五十席的立委 但是政黨一票都沒有 會有這種政黨嗎 我覺得真實情況底下很難想像 第二個事情是 假設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對於政方而言不就恰好抓過 反過來去解釋嗎 叫做一個政黨 它在選舉制度上面的改變 理論上來說會改變 它在爭取選票的方式 所以在一般聯力制裡面 確實有可能說我只要地方 那我不要部分區 部分區全部都給我的友好政黨 或者是我的子黨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禁止超額當選的情況底下 它就會變成是對這個政黨而言 我在爭取地方選舉的時候 同時我也必須爭取 大家必須要把票投給我的政黨票 它變成什麼 變成是一個對大黨而言 有一個雙重的門檻 它變成是一個大黨雙重門檻 但是對於小黨沒有雙重門檻 我就已經可以獲得一席 所以對門員不是反過來更可以講說 所以你看我這個制度超級友善小黨 懂什麼 就是我覺得它都會有一些後退延伸 但是都沒有被處理到 然後反正整場比賽對我言都是這樣 就是說反方的很多攻擊 都是試圖想要挑戰正方的制度 但是對正方制度沒有一個很核心 很認真想要去拆解的這個狀況 導致於反方很多原先浴室的攻防 對我言都是非常落空的 那對於正方來說那個利益到最後的收法都很廣 就是好像根本就沒有想要認真 收你們這個連立志的利益 聽起來都跟連立志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導致於這個利益對我言的接受度也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在缺乏反方的挑戰情況底下 我的論點分數依然還是會比較偏向於正方 這是我個人的最厲害的判斷 但是這場比賽對我言來說 就是我覺得這兩雙方都 我對於制度上面有一點設計過於取巧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不太好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他會有點沒有辦法讓場上很誠懇很認真的討論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 那反方沒有認真的去想要去指出這件事情 對我言也是很可惜的 因為當正方的制度對我言本身的接受度就比較低的時候 反方只要能夠多一點點對這個制度本身的挑戰 我的接受度都會更高 但是比較可惜就是在 我覺得這個狀態是非常少的 那最後在損益跟收點上面 我覺得也沒有去很認真的想要去收這個東西 所以就會有一些有效的工坊 到最後我也會有一種不知道該不該去接受的狀況 對 那其他還有一些零碎工坊有時間 可能是大家可以在討論 但是大致上面我看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謝謝大家 現在請蘇一鳴先順為我們獎金 嗨 大家好 就是這個 我先說一下我對這個比賽的幾個認知啦 就是我覺得雙方在一開始的架構 就是如果你們去看那個我的那個論點分數的話 我覺得雙方一開始都一變的深論都是比較高分一點 到中後段我覺得那個分數大家去看就是 就是我個人會覺得好像有效的東西跟比一變讓我學習到更多東西的那個成分好像少了一點 所以雙方的這個一變我的分數相對來說都比較高 因為我感覺我好像知道了新的東西 可是相對來說在二三變上面我感覺好像都比較沒有一些這個我更進一步知道了什麼或是進一步我們攻防了什麼東西的感覺 我先說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整體來說這個分數可能就會落在一些階段性上面的這個差異啊 跟最後在節變上面跟我比較接受的這個最後的整體的分數 總的來說是這樣 好 那細節的來說呢大概分成幾個 我在正方一開始聽到的這個價值觀 跟聽到的這個要跟大家說我要改變現況的 原因是喔 支持一票票票等值嘛 大意識人民主 你多少的人投出幾趴的票 最後那個黨就應該要有多少的席次在裡面 核心價值聽起來是這樣 那中間有講一些這個事情啊 有一些現況下啊 有的人怎麼拿了四成的票就拿了這個六 六成的席次啊 聽起來好像不太合理 然後會造成有一些問題前面好像有講 但後面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講 比如說你們前面有講說 這種情況下就會變成什麼小黨 很容易拿不到他該有的席次 會造成一些社會動亂啊 社會運動啊 後面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講 然後跟前面有講說 所以大黨知道說 啊哈原來我拿了四成的票 我就可以拿了六成的席次 所以我就不失禁許啊 我做一些壞壞的事情啊什麼的 後面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講 也是沒有 啊再來就是說 因為學民會有一些氣保效應啊 本來這個我會想說這個席歸威大兵 我看誰比較有勝率 我去投那一個 那在之後的情況下就比較不用這樣 因為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投我喜歡的那個黨 最後他就會對應到他該有的席次 可是這個到後面好像也沒有講 就是就是我一遍我都聽得懂這個在幹嘛 可是到中後段就是好像你們前面有講的一些事情 到後面都沒有進一步的去講 我個人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跟接下來講制度的地方呢 制度的地方 因為我沒有準備過這個題目 我不太確定在數學上面 那個79對79變158 這個是不是一個大部分的學校在找資料啊 或是這是一個主流的共識 我不太確定 可是你這樣子在算的時候 我會覺得啊 階段性上面有一點偷吃豆腐 就是你就喊79對79 你就現場喊了一堆這個數字算出來 難不成你期待對方要馬上跟你跟著算說 這樣子三席四席五席 然後來跟你很進一步的討論 我會覺得有點難啊 那你真的去算喊出這個數字79 乘以幾%幾% 我們帶入現在的那個票數去算算算算算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合理的數字 當然合理 因為就你們算了嘛 可是就是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 有一點偷吃不啦 就是那個數字到底真實性是怎麼樣 到底那個有沒有辦法 對方根本沒辦法跟你討論 甚至他連搞清楚你的那個三四五怎麼算出完了 他也不知道 所以就算你們設計了79對79的數字 我不知道一定在戰術性上有一些考量 可是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就算你們這樣子設計 最好好像也沒有幫你們加分的感覺 一個是這樣 有點可惜 那反正講到最後 這個依變就結論在一個這個這個小黨變得比較多了 這個台灣的這個政治 這個重現了生機了 變得好像這個很有活力很有朝氣的感覺 依變我最後得到的架構是這樣 那反方的這個三個也是這個這個 我大概是懂啦 可是在也是在中後段 我又好像又聽不懂了 就是一開始是說 大黨他可以這個成立很多的這個小黨啊 來形成一個策略聯盟啊 就是大律小律落域盤全部都是我的人 我聽起來好像是這個意思 然後第二段是說 喔這個小黨很多 導致我們效率很差啊 什麼事情要推來推去啊 那沒辦法好的這個通過法案啊 之類的 然後最後就說 我無法克責 這個這個三個人的黨團 推出來跳 我最後不知道 到底我要找誰負責 我聽起來好像是這個樣子 好這個是我雙方 一開始聽到的這個 我的認知是這樣 可是 到接下來我就開始聽不太懂了 就是 我聽不太懂的點是這樣 比如說 反方你講說 喔大黨你可以成立很多的小黨 然後然後變成策略聯盟 所以 假設民進黨真的這個是大律啊 他想辦法 扶持了某一個小黨出來 那他就是想辦法嘛 我這個四成 你這個兩成 我那個又一成 什麼的 最後七成全部都是 我這個大律聯盟的 可是 正方這個時候提出來的工坊叫做說 超額 不得超額當選是一個解決問題 我這個時候就聽不懂了 就是 超額當選的意思應該是說 他在同一個政黨裡面嘛 同一個政黨裡面 如果你的那個票數 跟你的這個立委數 如果是不對等的話 最後我就是要依政黨數為主 所以 不得超額當選的意思是說 你在政黨票裡面 你拿了七成 你就應該要有七成的席次 聽起來好像是這樣 可是 我反方的世界裡面 我在想的是 其實好像也不用 不用這樣子想 就是因為 當然這個工坊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 反方的意思應該是說 我現在這個黨已經不叫民進黨了 已經是變成民進黨與它的夥伴 那個夥伴在這個政府的認定上面 他肯定不是民進黨的一支嘛 當然在意識形態上 在策略聯盟上 他們是在一起 可是 他應該是兩個獨立的政黨 所以 我聽起來好像跟這個正方在講的事情 好像有點不一樣 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工坊上面 這個雙方就好像有點打住 就是 我聽不太出來說 這個策略聯盟 這個工坊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感覺好像正方提出來了一個 別的事情在跟你討論 那你跟他討論一個兩下 之後好像沒有一個 更進一步的這個結論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 好像就停在這邊 有點可惜 那回到正方 這個 提出來的這個 一些問題嘛 一些現況 等等的 那 我會覺得是這樣 是說 比如說反方就問你了 那到底現在四成的這個票 拿到六成的席次 有什麼樣子的問題嗎 就是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正方必須要正面回應的問題 那 比如說你一邊裡面就已經講很多啦 你說會有什麼社會運動啊 那個小黨 覺得自己被利益被犧牲啊 或大黨不改進不思進取 把很多東西拿出來推 就是我聽起來感覺應該要更多類似這些的案例 但我在接收上面感覺又變得很少 因為 那個 比如說大家討論福嗎 那大家討論的多一點嘛 這個 比如說多一些社會的案例 比如說反方 我個人感覺啦 反方他有盡量多舉幾個例子 什麼消費券 VS 發現金 什麼的 他就說雖然這個 這個民進黨就是直接給他推下去了 可是就是這樣比較有效率嘛 不管我最後是拿到錢還是拿到券 可是 政策被推行下去 我有聽到 反方好像有在 這個效率跟這個民意之間 他做出了取捨 而且他也告訴你一些實力 我感覺反方好像在這個立場上面 好像比較堅守一點 可是正方在這個上面 就是 我很難聽到說 那他到底為什麼 一定要 就是 票跟席次是對等的 的這件事情 就是 他就問你 那他發生什麼問題了嘛 就是 可是就是 正方好像一直講不出來 就是正方的一個態度 就是好像就是 就是 這個 就是 政府就是民眾選出來了 所以 一票票票等值 就聽到這裡 可是我聽不到說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可是 反方他盡量講嘛 效率嘛 我知道好像這樣聽起來 好像有點不太民主 但我覺得效率比較重要 不做選擇 比這個 做選擇但做錯了 但還來得好一點 就是 我隱約聽得出來有一些價值在裡面 可是正方好像我只聽到說 喔就是 票跟席次一定要一樣 啊為什麼不能不一樣 就是 這個的說明我覺得很少 可是 明明在正方一變的時候 你們的準備資料上面 都有舉一些 類似的案例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工坊上面 正方每次被問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好像這個資料就比較少拿出來了 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一個是這樣 那 再來是說 討論到這個席次的問題 就是 在階段性上面 你們好像有提到一個工坊是講說 因為你們的總席次比本來多嘛 本來是什麼 七十幾對三十幾 現在變成七十幾對七十幾 所以聽起來好像是多了三四十趴的這個 那你們舉出來的說法都多了三十十趴的這個工人 在幫這個公司做事 所以公司就更有效率了 公司這個更多工人來做事情了 我聽起來好像是這樣 你們還舉了出什麼 幾個議員 對幾個這個黨團 幾個黨團 對幾個政府 我聽到類似好像在二三變的時候 好像有講說 人數變多了 好像是個利益 但我感覺到後面好像也沒有要很認真 講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就是好像又要講一些事情 又好像沒有講 那又跟一開始你的點力之跟病力之 好像其實關聯不是很大 所以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大概是這樣 所以正方幾個提出來的這個點 我能聽得懂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始終是不了解 那反過來講反方 反方的幾個這個工坊裡面 比如說現在也有黨團啊 到底哪裡有問題了 那你可以舉一些例子來給我看看嗎 就是階段性上面的工坊 我是覺得就是OK啦 可是我覺得比較停留在就是這個 純粹質疑的程度 那就像剛剛學長講的 就是反方的這個三變 在這個那一輪的質詢上面 就是說都是提疑問喔 就是說那0.63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你知道 就是以電影來說 或者是以這個現象來說 大家喜歡看到有衝突的事情 大家喜歡看到有人邏輯不一致很矛盾的時候 所以你就說欸你不是說要這樣嗎 為什麼0.63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不變0.3幾 就是那個階段的衝突感就是有出來 這個會讓觀眾覺得 哇好精彩 你抓到他的這個毛病了 你挑出來他邏輯的不一致了 我幫你技巧分數加了一分 可是我覺得你花太多時間了 就是有拿到點就好了 就是這個事情說實在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這樣嘛 就是5%對0.63%門檻上面的差異 簡單的就是這樣 因為這方也不可以跟你說喔 我一個人投票就給他中 也不可能這樣 所以就是我覺得你要判斷一下 適可而止 喔有得到點了 就可以聊一些別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有一些 工坊在階段性上面 就會停在這個地方 那在 雙方在中後段有一個這個討論 就是小黨 這個會不會 這個也會 邏輯是這樣 反方說 大黨為了要吸收他的票 那他會盡量靠中間 所以他不會去犧牲小黨的名義 那 正方的邏輯是說 喔小黨 他為了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吸收 他為了成為執政者 他為了得到更多的票 他也會盡量去往中間靠 我聽到雙方好像對於大黨跟小黨 都會為了中間靠這件事情 是有共識的 那正版雙方的差異是什麼 我覺得沒有人進一步的去解釋 就是 差異應該是這樣 是進入門檻的問題 就好像一個產業 如果這個 比如說 是政府把持的產業 他的進入門檻比較高 或者是有資本門檻比較高 那永遠應該都是大部分的某一些公司 某一些這個企業在把持這件事情 這個是 反方裡面我聽起來比較像是這樣 正方聽起來比較像是一個支持新創的公司 就是 大家都有機會來試試看 進來之後 那我的目標也是 就是我也是想要變成一個大財團 我也是想要做花壞的事 可是我一開始進來的這個門檻比較高 我聽起來好像是一個 比較支持新創 比較支持新的理念 比較支持 這個一般民眾 本來聽不到的聲音 的一個這個制度 就是 我感覺好像是這樣 就是結論上 大家都是想變成 執政者嘛 都想這個一黨獨黨 做壞壞的事 結論上都是這樣 可是正方是 大家比較有機會 比較容易多做一點 反方是說 這個比較難 因為有一個類似5% 還是什麼之類的限制 就是 我有聽到 前階段大家只講說 大家結論都是想做壞壞的事 可是 最後 為什麼我要選擇 什麼樣子的環境 為什麼是 有門檻好一點 比較好 為什麼是我要讓大部分的人 有新創的機會 每個人都可以來聊聊看 這個比較 我覺得就 落差在這邊 就是 雙方好像沒有一個人 告訴我一個答案 說 結論上大家都想變大黨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支持的是 一般的這個情況 然後跟為什麼我們支持的是 這個 很多的人大家都很有機會 就是 我覺得這個有點可惜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來深入來討論的問題 所以 差別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講到這邊 結論就是 我在階段性的攻防上面 我好像聽到雙方 有想要講一些事情 但是 好像我在一遍就已經吸收完了 在二三遍的這個階段的攻防上面 我覺得有點少 好那我最後怎麼判我的分數 我的分數的判法 這個很簡單 我判給反方 的理由是這樣 就是 正方我覺得你們 一直停留在 就是一遍 就是 我如果階段性的攻防上面 我覺得雙方這個 有來有往 就是 反正誰也沒得點 大概就停在那邊 可是那最後 作為一個裁判 或者是作為一個 這個決策的人 他總是要下一個 決定出來 那 那如果說我們在細節 我們在架構上面 我們比較不出來的話 我的選擇就是好 那你 講的那個事情哪個 對我來說比較有價值 對我來說 好像比較重要一點 我就投給那個人 邏輯上是這樣 正方我能聽得懂說 為什麼這個 四成票六成席 我聽得懂 這是一個問題 可是我聽不懂 為什麼不能這樣 就是 你的攻防只聽了 大概說 每個人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我投出來就是應該要這個樣子 我聽得懂 這是一個問題 可是我聽不懂 就是為什麼 你應該要進一步的去解釋 那你的解釋 可能可以像前面說的 可能有小黨有更多的機會 因為你的那個 兩成的落差 一定是犧牲了某一些 少部分的民意跟習次 那你可能要多去 為這兩成的人 你要去多講一些內容 因為我覺得你們可能怕 在後面討論說 小黨是不是也會變大黨 所以你們不敢講小黨的好 可是你不是應該怕 他變大黨 你是要怕他是 我們會不會因為這兩成的人 他本來有機會給台灣的政府 一個新的氣象 新的氣候 當然就可能也會變壞壞的人 可是 多了那兩成的機會 可能會給我們什麼 不一樣的想像 不一樣的空間 我才能最後票投給正方 可是我一直停留在就是 二方 二變 三變跟結變 都還停留在 就是說 就是不能不一樣 一定要一樣 可是 就是我聽得懂啊 就是好像有點問題 但我聽不出來為什麼要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反方 雖然你們舉大法官四字或什麼的 但我個人會感覺 反方在態度跟立場上面 就是很比較大方一點 就是說 對我就是效率至上一點 聽起來好像是這樣 那你們在階段性上也有講一些例子 我大概也比較能支持 而且我覺得這個態度比較對啦 就是大家先承認某一個 這個利益之下 我們來選擇說為什麼我要選你這個嗎 那反方我會覺得尤其是你舉這個消費券 跟這個現金的例子的時候 我好像比較能夠想像跟支持一點 是說 當我們兩個東西僵持不下的時候 對 就是有一個人要來下一個決定 而且這個人下錯決定 的話我們可以直接找他這個負責 我聽起來好像 我比較能接受說 你有給我一個中心思想 這我不見得支持這個中心思想 但是反方有給中心思想 正方沒有 我覺得差異在這邊 所以作為一個裁判 我不見得 我比較支持說效率至上 但我覺得反方有跟大家講 他承認說 對就是會有四對六的差異 但是他認為效率至上 那他有舉一些說明跟例子 來試圖說服大家說 有這樣子的差異 而且他們支持 而且他們也覺得就是應該這樣子做 我覺得在態度上面 他有一個中心思想 相對的我在正方 聽不出來類似這樣子的想說 我只知道好像有問題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這樣做 所以 我最後的分數 就是在階段性上面 應該差不多太多啦 那最後 在分數上面 我就判了分數 給反方 這個大概是我 對這個比賽的這個 判決的過程 然後 最後一個小事情 是這樣說 就是 我很久沒打辯論了 我差不多 這個打完辯論 到這個出社會也好幾年了 就是 我的想法是這樣 這跟辯論比賽無關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聽一下 就是說 就是昨天 我看這個江韻哲也有發一個文 他就說 大家這個比賽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最好衣服要穿好一點喔 就是 就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大家我打辯論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無聊 可是 我打辯論的時候我也覺得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 就是 我的辯論 我的邏輯 我的資料就好就好 我辯論的時候我是這樣想 可是 當你出社會 你成為社畜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想 你懂嗎 就是 兩個業務站在你面前要賣你東西 一個就是 他 他就穿著像哲藥學長這樣 他當評審都穿這麼正式 跟 那個 一個人 他就是 他講話都對 都很有邏輯 他對產品很了解 可是你就是 不會想相信這個人 你懂我意思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是沒有為了這件事情 反映在我的分數上 但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比賽是一回事 但是 你要去想辦法是說 從比賽上面 你可以獲得什麼 對你人生有幫助的事情 我再舉一個另外一個小例子 就是說 就是 有一些術語 大家在辯論場上會用 可是 我在現實生活中 聽到這些話我會覺得怪怪的 比如說 這裡蠻雙雙雙都有一個 這個 奇怪的詞 那 我先收割一個什麼東西 可是 這好像是 我在現實生活中 我會聽到有公司的人 或者是我的同學 跟我說 我跟你講 我先收割一個什麼利益 就是 我很難想像 有的現實生活中的人會這樣講 然後有人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在講一個正常的話 我很難想像 那 反方一樣也有 反方反而上來 就先說 我先苛責你一個東西 就是 會有人說我要苛責你東西嗎 就是 我也很難想像 就是 我覺得大家就是 比賽我前面已經講完了 我現在講的這個是不重要的事情 但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比賽結束了 可能有的人要繼續打下一場比賽 有的人再也不打比賽了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下說 我們透過這個 辯論的活動 這個場合 對我之後 不論是投入職場 或者是我要繼續黏研究所 或者做這個別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這件事情對我們還的 整個人生還有什麼幫助 就是 這兩個是我剛剛的小觀察 也跟大家做分享 好 以上謝謝 最後宣布比賽結果 我們聲明評分單順序和評審的獎評和作次如關 第一張評分單 正方112分 反方126分 正方 反方 第二張評分單 正方104分 反方103分 正方 正方 第三張評分單 正方 108分 反方 108分 由於反方獲得整體架構分數由反方勝 恭喜 台北大學 以2比1 獲勝 接下來頒發 盛場獎金 我們請張哲耀先生來頒獎 請反方隊伍 會派一人領獎 請來頒獎 請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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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